顾思觉得自己要窒息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爸爸妈妈就变成了一对冤家 从一开始的恩爱和睦 到现在一言不合就吵得不可开交 鸡肺狗跳 顾思其实是不想回家的 他害怕看到妈妈绝望的脸 害怕看到爸爸不耐烦的神色 他更害怕他们因为吵架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自从爸妈把他送到学校寄宿之后 他甚至感觉自己解脱了 对于那个家 他更多的是逃避和不想面对 可是今天的事情 虽然在年纪不大的他心中 不知道是不是算得上大事 但是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妈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当顾思惊慌失措地跑回家里时 妈妈陈家和爸爸顾爱国两个人正在吵架 地上一片狼藉 还有个被摔得粉碎的旧手机 从陈家的表情中看得出来 他对眼前的丈夫十分愤怒 说丈夫顾爱国答应自己不跟那个贱货联系了 为什么又加了他的微信 顾爱国看起来一脸心虚的说都是为了工作 叫陈家别老是一神一鬼的 陈家逼问顾爱国能跟他有什么工作好谈的 莫不是在谈床上的工作 看顾爱国就是忘不了他 还想跟他重温旧梦 顾爱国破罐子破摔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说陈家非要这么无理取闹没完没了的话 自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陈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陈家顺手操起茶几上的烟灰缸丢了过去 顾爱国偏头躲了过去 一溜烟的真的滚了 陈家气得冒烟 胸口急剧起伏着 显然被气得不轻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顾思等妈妈的气消了些 才小声地跟他说 今天他们的李老师故意伸手摸自己了 陈家猛地回过头看着顾思 严肃地问摸他哪里了 顾思咬着嘴唇 指了指自己刚刚开始发育的 像个小馒头似的胸部 陈家上下看了几遍顾思 脸上顿起脑色 可能是刚刚从顾爱国那里受的气 还没有完全消逝 脸色一冷 顿时就开骂老师 怎么不摸别人光摸顾思 跟他爸一个德行 一个初中生 传成这样像什么体统 上边露着胳膊 下边露着大腿 顾思没有对他眉来眼去会摸他 顾思委屈地哭了起来 说自己真的没有 陈家也许觉得自己对女儿说的话重了些 声音软了下来 叫顾思别哭了 改天他有空了去学校问问 然后叫顾思赶紧先回学校去 到了学校给他好好学习 顾思含着泪离开了家 他知道妈妈和爸爸的事情都闹得没完没了 怎么会有空去学校 不过李老师也只是摸摸 马上要中考了 考完了之后他就可以解脱了 这边李老师其实内心里 还是极度挣扎和害怕的 上回他是叹性地摸了下一个女生的胸部 要是家长来闹 他不但有可能会丢掉工作 甚至还可能会被抓进橘子里 一想到这里他就后悔自己意识冲动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可让他惊喜的是 提心吊胆了好几天 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家长没有来学校闹 警察也没有来抓他 顾思暗时上下课 平静的就像没有发生过那件事一样 原本还有些胆怯的心理 瞬间便被淫欲占领了 周三傍晚 趁着学生们吃晚饭的空隙 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把顾思骗到了他的宿舍 就在他宿舍的那张单人床上 这个恶魔一手捂着顾思的嘴 一手任由顾思拼死挣扎的 脱掉了他宽大的校库 顾思想自己都听妈妈的话了 不穿那些露胳膊露腿的衣服 老师为什么还要欺负他 顾思红肿着一双眼睛 一瘸一拐的回到家里时 陈家和顾爱国正在吃饭 很难得的是这回他们居然没有吵架 顾爱国先看见了女儿 却并没有注意到顾思红肿的眼眶 和凌乱的头发 看到女儿还有一丝高兴的叫赶紧吃饭 陈家看到女儿 起身给他盛了晚饭放在桌上 突然想起什么 便疑惑的问今天不是周末 怎么回来了 顾思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饭 他想把刚刚发生在学校里的事情说出来 可是一想到上次妈妈不但没有找学校 反而还骂他穿的暴露 这次如果说出来 指不定他又会埋怨自己什么 于是顾思选择了沉默 可是爸爸妈妈难道真的就没有发现 他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头发有些蓬乱 一向梳得高高的马尾的他 此时松松垮垮的垂下来 如果再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他左侧脸颊靠近下巴的地方 有两个淡淡的淤青 那是李老师捂住他嘴巴时 用力过大留下来的 看到顾思不回话 陈家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终于发现了顾思的不对劲 他皱眉的问着孩子怎么回事 一个女孩子家这么邋遢 头发就不能好好的梳起来 顾爱国叫陈家别怪孩子 他功课那么忙 偶尔头发没有梳好也没关系 看孩子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瘦得跟个豆芽菜似的 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 见顾爱国数落自己 陈家顿时火冒三丈 问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孩子难道是自己一个人的 自己不管孩子 顾爱国管了没有 一天天的光顾着跟那个贱人打情骂俏了 逮个空就瞄一眼手机 顾爱国一听这话 顿时也来火了 这刚刚消停下来的战争一瞬间就被点燃 陈家不甘示弱的拍了一下桌子 顾爱国蹭的站起来 瞪着眼一脸怒意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绝望的 自己遭受侵害 父母熟视无睹 却还在为了家常里短争吵不休 顾思有些绝望 这样的家 待着也没啥意思了 夫妻俩还在争得面红耳赤 谁都没有注意到一脸失忆的顾思 一个人黯然的走出了家门 他无助的蹲在路灯下 自己抱着自己默默的流泪 在想李老师强迫了自己会不会怀孕 爸爸妈妈会不会打骂自己 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不要脸 同学们会不会耻笑自己 顾思敦的腿都麻了 他呆呆的站起来 发现自己实在是没有地方可去 可是他又迫不及待的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愣了片刻 他开始沿着马路牙子漫无目的的向前走去 再也不要回来了 再也不要见到那个禽兽一般的老师了 再也不要听到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了 顾思失踪了 接到班主任的电话时 陈家一下子就惊呆了 顾思没有去上课 可是他明明去学校了 陈家立马出去找 也麻烦学校帮忙找找 学校和家长两头一起找 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顾思的一点踪迹 陈家坐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哭得声嘶力竭 说他不管 他好好的孩子交给了学校 怎么就失踪了 学校也太不负责任了 他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学校没有办法 只好报了警 警察根据学校大门口以及沿途的监控 捋了一下顾思失踪前的踪迹 旷课的前一天傍晚晚餐之后 快要上晚自习时 顾思亮亮呛呛地从学校走出来 来到学校对面坐上了二三路公交车 在家附近的站台下车 然后静止回了家 二十分钟以后他又从家里走了出来 从他一边走一边擦眼睛看得出来 是哭得很伤心 在家附近的马路上蹲了半个小时左右 他又一个人慢慢地走到了长途汽车站 在汽车站的后车室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他坐上了去临市的大巴 到这里之后就再也没有监控了 线索也就断了 陈家看得目瞪口呆 说他去临市干什么 不好好的上学 他乱跑什么 那天家里谁也没有骂他 他怎么就离家出走了 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小李说 那就要问他们家长了 孩子回到家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家里的小孩子除非跟大人闹翻了 否则一般不会离家出走 陈家一想 自己和丈夫的争吵就像是家常便饭 平常顾思一般不理不睬 按道理不会因为他们吵架就跑了 小李说警方已经把顾思的照片 发给临市的公安局了 请求他们帮忙找一下孩子 叫家长回去等着 一旦有了任何消息会及时通知他们 陈家做梦都没有想到 顾思失踪之后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 再也没有了消息 刚开始陈家每天都去公安局打听消息 回复都是没有找到 没有消息 他不信 又哭又闹 三天两头找人家麻烦 怪人家不负责不给当事办 局里领导一开始念及他失去女儿 忍着他不还嘴 后来看他越闹越不像话 人冷冷的就对了他一句 趴着当妈的要是早点对孩子上点心 就不会有这事了 这话让陈家很是羞愧 后来干脆不去公安局打听消息了 心想反正孩子找着了就得通知他 一年之后的某天晚上 陈家无意中拿起手机刷起了视频软件 刷着刷着 一个15岁的怀孕小姑娘突然跳了出来 虽然面容枯搞 整个人憔悴的不成样子 可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无论是鼻子还是眼睛 都像急了死 陈家一眼就认了出来 陈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 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于是叫醒了身边的顾爱国快看看 这个是不是他们家思思 顾爱国揉着轻松的睡眼看了一眼 拿着手机的手抖了起来 说这就是思思 她怎么怀孕了 她才多大点 这他妈哪个禽兽干的 小李仔细地看过了顾思发布的每条视频 顺藤摸瓜 很快就找到了顾思的所在地 他带着两个同事马不停蹄地来到临市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一举找到了顾思和视频拍摄者 审讯是李 这个猥琐的中年男人 讲述了他欺骗囚禁顾思的犯罪经过 原来这个人叫欧华 十年四十岁 李已单身 是个摩迪司机 经常在汽车站附近懒活 那天他正在汽车站对面等活 忽然发现顾思一个人 站在汽车站的出口处发呆 因为见惯了人生百态 欧华一眼就判断出眼前的这个姑娘 要么是任性 要么是和家里闹脾气一个人离家出走了 虽然那时的顾思不过十四岁 但是长相轻利 欧华心中的邪念在那一瞬间便生疼了起来 果不其然 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单纯的顾思就被他套出了事情 知道顾思是临世人之后 欧华更加的有恃无恐起来 这天高皇帝远的 谁能找到这姑娘 于是他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来 对顾思说他们这些孩子太不懂事了 和爸妈生个气就喊着离家出走 叔叔也有一个女儿 和他一般大 自己说了他几句就离家出走了 到现在也没有找回来 说叔叔看见顾思就觉得亲切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女儿一样 顾思心思单纯 果然相信了他的一番鬼话 还反过来安慰他别难过了 他女儿一定会回来的 自己现在也知道错了 可是身上的钱不够 叫欧华能不能借点钱 自己回家就让妈妈还他 欧华说当然可以 可是他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叫顾思要不然跟他回家拿 顾思有些犹豫 认他心思再怎么单纯 也知道不能轻易的去一个陌生人的家 欧华见他不上当 马上换了个说辞 说这么早就从车站出来 肯定是饿坏了 叔叔带他去吃饭 然后借钱给他买票 送他回家 单纯又善良的顾思 最终还是被欧华骗到了他的家里 自此之后 顾思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 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一到家 就露出了他野兽的本性 将这个尚未懂人事的小姑娘 凌辱了一遍又一遍 白天 欧华出去跑摩迪时 就把顾思绑起来 用破步把他的嘴堵上 晚上他回到家才会把顾思放开 然后在顾思稚嫩的身上 肆无忌惮地发泄着他的受欲 顾思也曾试图偷偷地逃走过 有天深夜 当他捏手捏脚地刚打开防盗门正准备跑 就被欧华发现了 那次逃跑的下场 是被欧华一棒子打断了左腿 顾思一下子就腾昏过去了 三个月以后 顾思终于可以勉强走路了 由于当时没有及时就医 导致两个断骨错位 从此之后 顾思成了一个瘸子 走起路来一搏一搏的 腿伤刚好 顾思发现自己总是恶心想土 根据前两次的经验 他知道自己又怀孕了 但是这次欧华没有让他去打胎 他已经在地下小诊所度过两次了 再去一次 欧华怕他的身体承受不住 之后就没人供自己发泄授欲了 再者 他已经年近四十 无儿无女 想利用顾思给他生个孩子 欧华讲完了 小李紧握的拳头捏得喀巴响 他骂了一句败类 怎么忍就是忍不住心里的火气 小李想冲上去就要揍这个王八蛋 但是被旁边的同事拦住了 教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顾思尽管坐在警车里 因为经历了如同炼狱一般的生活 一时还适应不过来 身体却依然瑟瑟发抖 小李红着双眼 叹了口气对他说孩子别怕 警察叔叔现在就送他回家 那个人渣就交给警察处理了 陈家和顾爱国看着这个棚头垢面 面容憔悴抖着一条腿 挺着个大肚子的小姑娘 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就是他们以前那个漂亮懂事的女儿 顾思看着他们没有说话 只是眼泪却止不住的哗哗往下掉 顾爱国在一旁看得红了眼睛 骂着自己一定要杀了他 陈家扑过去一把抱住女儿 熬的一声大哭起来 说可怜的女儿是妈妈错了 是妈妈对不起他 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哪个天杀的混蛋 对他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过了一年多担惊受怕的废人时光 此刻终于回到了家里 顾思稍微熟悉了一下环境 确保再也没有人伤害自己了 财瓦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小李跟在后面再一次红了眼眶 看着眼前受尽伤害的姑娘 不忘了教训了一下这对父母 说如果不是他们家长的不重视 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做父母的应该要好好反思一下 顾思稳了稳情绪 哭着看向小李说他们学校的李老师 对他做了那个事情 叫警察叔叔快去把李老师抓起来 陈家一惊的问哪个事情 顾思低着头没有说话 陈家忽然就明白了过来 忍不住的责备孩子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不告诉妈妈 顾思又哭了起来 委屈的说自己怎么没有告诉他 当初告诉他李老师摸自己时 他骂自己穿衣服露胳膊露腿 后面李老师那个自己的那次 妈妈光顾着跟爸爸吵架了 根本没空搭理自己 自己都没有机会说出来 小李听后震惊不已 指着陈家夫妇何止是不称职 简直就是失败 孩子有他们这样的父母 真是悲哀 然后等顾思情绪稳定了下来之后 听他把所有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陈家和顾爱国这时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叫嚷着要让那姓李的好看 小李瞟了他们一眼 说他们这时还跳什么跳 当初去哪里了 现在照顾好孩子是最紧要的 孩子这腿送去医院看看 说不定还能矫正过来 至于那姓李的就交给警察好了 经过几天详细的调查走访 小李发现 原来李老师不仅仅是对顾思伸出了魔爪 还有几个漂亮的女同学 也没有逃过她的残害 证据确凿 法院最终判决李老师有期徒刑七年 学校也把她开除了 永不录用 犯罪的人虽然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顾思的人生 却因此发生了翻天覆的的变化 我掉的左腿和破碎的身体 以及那个还没出事的孩子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顾思 他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噩梦一样的过往 他的人生固然还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这些伤害造成的后果和阴影 只怕是会伴随他的终身了 如果当初陈家夫妇 在女儿说出老师骚扰他时 能够多关心一下女儿 照顾一下女儿的情绪 能适时地发现女儿不对劲的地方 而不是指责和谩骂 说不定就能杜绝这件惨案的发生 就能第一时间将李老师绳之以法 顾思也不会遭到侵犯 不会离家出走 更不会遭受非人的折磨 其他姑娘也能逃出李老师的魔掌 所以说做人父母 最悲惨的就是不用考试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咱们儿看 也许多了 咱们这简对 还能表现 咱们い难道 有什么方式 尽量的